杨子最近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,晒出了一段工作后的自拍,这一次,她的状态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,米色的渔夫帽,黑色的衬衣,看起来很有格调,但紫色的亮片耳环,看起来非常的时尚,让姊妹的气场更加的强大。 这一次,她的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,虽然帽子挡住了她的眉毛,却丝毫不影响她的魅力,杨子的妆容虽然不是很花哨,但也很符合她的五官,虽然她的眼睛没有画太多的眼影,但是一条短短的眼线,让杨子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,仔细一看,她的脸明显比平时要小上一圈。 在众人的印象中,杨子是一个身材较小的女孩,脸上的脂肪很多,胖乎乎的,但瘦下来之后,她的气质就完全变了,五官棱角分明,让她看起来更加的精致,让人一眼就认不出来了,看到这么漂亮的小猴子,粉丝们都情不自禁地给她做了一个卡通形象,让她看起来更加可爱。 不过,杨子的发色让人有些担心,绿色的发色虽然漂亮,但发质却非常的干燥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理的原因,她的发丝有些微微的卷曲,虽然蓬松,但光泽和柔韧性都不是很好,大家都知道,一根好的发质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多大的冲击。 在5月13日的这段视频里,杨子虽然加了一个漂亮的发迹,但是,光从她的头发和刘海,就能看出她的头发有问题,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,因为她们平时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,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妆容,头发也要梳成直角,而且,她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,来保养自己的头发,但不管怎么说,她们都是漂亮的。